鼎心黑心有案再度出现了重大进展 检方昨天为了说服法官继续续押魏应冲 指出10月9号接获了卫福部的公文 结果在16号搜索鼎心卫权总公司的时候 居然也发现了这一份公文 显示魏家关系不单纯 魏应冲有必要续押 戴着口罩失望表情 鼎心前董事长魏应冲和其他三名被告 长梅峰 陈茂佳以及杨正义 历经前后8小时的接押庭被裁定继续羁押 将近8个小时的讯问以及评定之后 魏应冲以及长梅峰 陈茂佳还有杨正义等四人 均认为他们犯罪协议重大 而且仍然有豪王及篡政主义 所以以法御以羁押金箭同性 为了请求法院续押魏应冲等人 检方这回丢出了震撼蛋 检方在10月9号收到卫福部机密公文 证实从越南大幸福进口的是 饲料油并无食用油 而检方在16号搜索卫权总公司 竟然在查扣的电脑资料中 发现了这份文件 审视卫家神通广大 交保士病串购灭症 理所当然继续羁押魏应冲 面对裁定结果 律师31号一早去看守所探视 魏应冲心情平静 对于会被蓄压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真的卫福部机密公文外泄的事件 律师也说饲料油案是大事件 没有串正的必要 因为这个是预料中的结果 所以他没有特别感到说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以目前这个状况 应该是没有串正的必要 也没有串正的可能 这个事情那么大怎么去穿正 五个地检署同时起诉黑心油案 是台湾司法史上头一遭 魏应冲被求刑30年遭到致命一击 如今又衍生机密公文外泄的事件 最新情况还有待厘清 刘茂林婉玉 林云廷国宣文章话报道